只要踏出家门口罩一定要戴好戴嘛 警察也会在街上巡逻看看 你有没有戴上口罩 但是昨天有人因为没有戴口罩遭劝阻 竟然拿出刀子砍伤了远警 有民众报案说在台北火车站 一名男子没有戴口罩 结果警方到场之后 他竟然拿出预藏的刀子砍伤了远警 造成两个人受伤 其中一个人脖子刀伤长达了6公分 另外一个左手胡口被划伤 索性送应之后 两个人是没有答案 不过警方发现这名男子 他原来是一名怯道的通缉犯 一名穿深色上衣男子 公共区域没戴口罩 面对警方呵斥 竟亮出一把水果刀 朝远警步步进逼 下一秒 男子竟用水果刀大力画向远警 但远警也不是省油的灯 冲上前夺刀 一旁同事见状立刻请求支援 好不容易终于压制男子 抢下他手上的水果刀 但现场有两名远警受伤 一名远警脖子遭砍伤 造成脖子上有6公分刀伤 血流如注 另一名左手胡口遭到化伤 两人被紧急送医救治 索性都没有大碍 他脖子受伤 然后缝了7针 那左手边的通人 左手的胡口受伤 总共缝了2针 而且经过我们查证身份之后 他涉及到窃盗的通气 那我们警察依照规定 也跟他依法来移送好看 事发在台北车站 原来这名男子不但是60岁皆有 还是一名通气犯 遭民众报案没戴口罩 看见警方到场情绪不稳 趁着翻找杂物时 拿刀朝远警挥砍 对此指挥中心回应 将依法寄出罚则 恐怕还得负刑事责任 只因没戴口罩遭劝说 就持刀砍伤远警 恐怕要为此付出大代价 记者张焦彭杨 向于SNG台北采访报道 好警察 我在这段时间真的是相当辛苦 因为很多人可以居家办公 但警察没有办法 疫情升温除了警察 上前劝导受伤之外 还有人都被感染了 台北市刑大有名小队长 日前是发烧快筛阳性 经过PCR检测之后 确诊了 也成为台北市首例警察染疫 刑大大楼是紧急进行消毒 也把同队 真四队的20名同仁 居家隔离 并且安排快筛 那么昨天晚间 结果出炉 有两名侦察左 快筛阳性 另外文山一分局 也传出有一名巡左确诊 分局是立刻启动了分流机制 让三分之一的远警 可以异地办公 消毒人员全副武装来回清销 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但这里可是警察局 你没看错 又传出远警染疫 台北市文山一分局 一名巡左确诊 分局晚间大动作消毒 根据了解 这名巡左21号 因为疑似感冒 前往新北市永和区 住家附近就医 结果验出新冠肺炎阳性 文山一分局 立即启动分流机制 远警确诊连环报 首例是台北市行大远警 一名家住万华的林姓小队长 20号发烧快筛阳性 进一步核酸检测后确诊 送往检疫所隔离后 已经没有发烧症状 而与小队长同队的真四队 总共20名远警 目前居家隔离 也将进行快筛 警方紧急将接触过 林姓小队长的五队 七队队员进行快筛 22号晚间传出有两名侦察所 呈现阳性反应 不过两人身体都没异状 还在等候PCR检测结果 北市行大晚间 也再度悬楼大消毒 扩大快筛范围 第一线警方为了救人 自己也被波及 基层无奈 只希望民众不要隐瞒接触史 否则只会让旧部亮能全面崩盘 桃园昨天新增了20例的确诊 市府也公布了最新的疫调足迹 是便及了卖场 还有美妆店 其中有两例确诊 和维纳斯时尚会馆有关 也让人很担心 会不会变成了金沙酒店第二呢 那么另外 同样位于桃园的华航诺福特饭店 二馆是重启了机组员陆续入住 中央也加派了警力要确保 有没有检疫者到处跑 东福特饭店二馆 22号重新启用 许多机组人员拿着大包小包行李 下午3点开始进驻 工作人员全副武装站在门口 先帮行李消毒一番才放行 医护人员和好几名员警 也在一旁待命 一大早就有好几名员工忙着清洁 大门也贴上员工专用的告示 华航诺福特饭店 清零计划完成 现在重启将转型成机组员 检疫处所 就怕有人违规啪啪噪 桃园市长郑文燦强调将采高标准 诺福特饿馆必须24小时 先看录影 寄出重规不让往事重演 而桃园22号新增20例确诊个案 其中两例和维纳斯时尚会馆有关 就怕变成金沙酒店第二 是否赶紧匡列相关人员 出乎匡列的就是在公司的 这一个部分的一些相关员工 有十几位 相关的一个密切接触者 目前我们还正持续匡列中 而之前有一名曾去过万华的看护 到领口长庚医院挂急诊 裁检后确诊 他同住的这一个同事呢 后来有一些症状 一些医护人民也做了一个裁检 那目前的裁检都是东西 长庚医院澄清没有院内感染 市府也公布最新足迹 除了桃园机场捷运 还有全联小北百货区城市和宝雅 以及辖内多处景点 不过确诊者足迹 还是以卖场美妆商店居多 桃园确诊人数持续增加 个案足迹连环报 所到之处 市府也赶紧进行大清销 不让病毒持续蔓延 记者刘志展蔡宇山投缘采访报道 好 这两天是周末 而且天气都还算不错 但是中央都告诉你了 不要到处跑 现在疫情很严重 要赶紧切断感染链 所以昨天第一个周末 我们就直集了各大观光景点 民众真的 很多人都乖乖听话了 没有乱跑 像是高雄博尔的大港桥 台南的安平老街 墾丁南湾的沙滩 仿佛空城全部进空 还有知名的这些店家 因为不能内用 争议是直线下滑 虽然业者都喊苦 但是防疫第一 所以大家只好先忍一忍 高雄博尔特区 新景点大港桥 每逢六日 人潮满满 吸引文青游客来朝圣 但现在 一类人都没 空荡荡的博尔超安静 没有游客 只剩周边当地住户 原本应该是排队的名店 人潮也超了一万八千里 在夜市摆摊 人潮都排了好几公尺长的 螃蟹角 现在只快闪摆摊两小时 人潮熄熄落落 嘉义知名的沙滚鱼头 就算抽号码牌 也得排上一两个小时 才吃得到 现在外带客 只剩小猫两三只 我们的现场的影响 应该至少影响将近六成 全台生三级警戒的 第一个周末 各线是手掌呼吁 没事别出门 大家也都乖乖听话 台南安平老街 没了观光客只剩古城风味 墾丁南湾沙滩放眼过去 只有沙和没打开的伞 热闹的墾丁大街 一片死急 仿佛一座空城 因为快不来 就是尽量不要让它移动 就是要忍 这两个小 第二两个礼拜 就是当然要共同 共同时间 台湾连续八天 确诊人数破百 全国民众减少移动 虽然观光景点 店家没生意寒苦 但防疫期间六日待在家 才是上上自策 只有高雄台南屏东 综合报导